接著來看明天的上海氣象 三滴門屋台馬家最低溫18度最高溫是32度有7到9成的降雨機會 而高雄的原鄉地區最低溫13度地點在桃園最高溫是32度 嘉義的阿里山低溫13度高溫是30度 而南投的原鄉地區最低溫11度最高溫是30度 而台中的和平地區低溫16度高溫是30度 苗栗的南庄施坦泰岸低溫19度高溫是31度 新竹的關西殲15峰最低溫15度地點在殲10最高溫是32度 新北烏来桃園附星低溫19度高溫是32度 而宜蘭的原鄉地區最低溫19度最高溫是來到了34度 花蓮的新城花蓮市吉岸溫度是落在25度到32度之間 而秀陵萬榮低溫19度高溫是33度 寿峰峰冰溫度是落在23度到34度之間 而鳳林光復瑞碎溫度是落在24度到35度之間 而卓西玉里富里最低溫12度最高溫是34度 台東的長冰城宮東河低溫25度最高溫是來到了36度 而池上觀山海端岩平最低溫19度最高溫是32度 而陸野台東是悲南低溫22度高溫是33度 泰瑪里大午晶風達人最低溫20度最高溫是來到了35度 而蘭嶼地區溫度是落在25度到30度之間 再看到外島的連江金門澎湖溫度是落在26度到32度之間 不要蒙嶼地區溫度是在市場環境下的 海岸達稿高溫6月前 極源夏天海在稿升至上 資訊息涵溫度是破壞的